男人纵身一跃飞到窗外 用力一巴掌拍在地上 地面上的雪花被拍去 紧接着地面开始晃动 地面上裂出一条条裂缝 无数碎石飞起 整个教学楼顶刻间倒塌 男人是什么人拥有如此神力 男人是朝鲜的异能者 班长犹如闪电侠就美闲的视频 惊动了朝鲜的高层 派出了自己国家的异能者 要杀掉韩国所有的异能者 刀疤脸悄悄降在美闲身后 为了测试美闲的异能 一把把美闲从二楼丢了下去 刀疤脸缓缓落地 看来他的异能是飞翔 美闲一拳挥却 被刀疤脸一把抓住 确认了美闲既不会飞 也不是大力士 他再次把美闲甩住却 美闲脸上的伤口一秒钟愈合 刀疤脸瞄动 美闲拥有不死之身 为了再次确认 刀疤脸带着美闲 飞到体育馆最上空 随后松开了手 白水回来的小夕 发现体育馆已经上锁 听见里面美闲痛苦的叫声 小夕立刻跑到体育馆外面 解开身上所有的负重 一个起身飞向空中 冲破了玻璃 稳稳接住下落的美闲 随后平稳地落在地上 小夕终于掌握了飞行技巧 两人决定合力对付刀疤脸 美闲曾经一位十七 现在二位一 肯定胜券在我 可他们低估了刀疤脸的实力 小夕刚冲过去 就被刀疤脸缠在脚下 又一脚踢飞了美闲 小夕再次进攻 被刀疤脸一网罩在里面 出不来 美闲被打晕了过去 刀疤脸看着小夕的脸 十分眼熟 说起了小夕爸爸 就是为他亲手抓起来的 什么 你害了我爸爸 小夕对着小宇宙爆发 撕开防罩冲了上去 可他才学会飞翔 刚冲上去又被一脚踢飞 小夕这次学乖了 他躲开迎面而来的攻击 在身后 刺自缠住刀疤脸 大声地唤醒晕过去的美闲 小夕双脚用了一灯 捂住刀疤脸的眼睛 冲到美闲的面前一松手 美闲捡起地上的球 踏步 扭伸 用了一挥 直接把刀疤脸打飞了十米开外 共同度过难关的小夕 也对美闲表白 此时 刀疤脸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上级让他赶快赶到学校 小夕和美闲的父母都在学校 遗传了母亲超误感的小夕 把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 小夕想去拦住刀疤脸 刀疤脸一枪打了过来 美闲替他挡住这一枪 让他赶快去学校救人 自己随后就道 小夕妈和美闲爸 同时预感到危险 来到学校一探究竟 小夕妈也是一名异能者 有千灵眼和顺风儿 发现老师办公室里 被偷偷安装了摄像头 此时 助教正在监控室里 监视学校里的一举一动 美闲的爸爸九龙 也来到老师办公室 九龙和小夕妈妈早就认识 两人一个眼神 彼此就心理神会 小夕妈悄悄把手机 留在办公室里监听 离开的时候 提醒九龙有监控 自己则在学校四处查看 监控室里突然有人敲门 是保洁阿姨坚持要打扫房间 助教挡住监控就去开门 没想到一开门 就被阿姨一刀送走 原来这个阿姨 是朝鲜潜伏在学校的间谍 看到监控里的小夕妈和九龙 她立刻通知外面的同伴 进来接应 这一切都被小夕妈听到 她顺着声音找到监控室 保家阿姨早就打扫了现场 可小夕的妈妈还是看到了 被藏起来助教的尸体 她淡定地转身关门 又关上了灯 阿姨立刻意识到 来者不善 拿起了奖杯丢向小夕妈 小夕妈曾经也是 技能局的特工 身手了得 听见有人接应 一花瓶砸晕了阿姨 跳窗就跑 她偷听到 朝鲜连小技能者都不放过 她来到电力室切断需要电源 阿姨立刻意识到 是小夕妈搞的鬼 黑暗中 朝鲜连能者走向办公室 让老师交出所有连能者的名单 九龙先是一脚 又抓住朝鲜大理连能者的头发 将其打倒在地 阿姨呢 也找到电力室 重新恢复了电力 躲在电力室里的 小夕妈走出来 一枪送走了阿姨 九龙让老师先救救学生 自己对付朝鲜异能者 大块头突然站起来 把九龙拎起来吊打 原来 大块头也是不死之身 九龙被打晕了过去 朝鲜上次告诉九龙 这一切都是被小夕爸害的 小夕妈妈听到这一切 换上新的弹夹 拼死掉保护自己儿子 小夕的爸爸 究竟在朝鲜做了什么呢 朝鲜异能者正在逼老师 交出档案 小夕妈一枪打过去 救下老师 又通过千里眼 利用雪龙头当镜子 一枪反射 打到朝鲜异能者头上 成功吸引他注意力 又打穿玻璃 一枪让他领了盒饭 很快 小夕妈遇上朝鲜的上级 原来十年前 韩国派小夕爸爸去朝鲜 刺杀国家主席 小夕的爸爸 利用自己的飞行能力 和闪电一般的速度 单枪匹把 分分钟就把手备全部解决 来到主席房间门口 一把夺下门口军官的枪 不顾军官的求情 打开了主席的房门 军官兵死抵抗 小夕爸回头 打断了他一根手指 可小夕爸爸 并没有杀死主席 小夕爸这次偷袭 也让朝鲜开始 两级的异能者 逃避的过程毫无人性 上级让所有的异能者 站在悬崖边 逼他们跳下去 如果不服从 身后的士兵 作为他将打死他们 这种残酷的方式 逼迫他们 使出了异能 很快 朝鲜组建了异能特攻队 任务失败的小夕爸 被异能局抓了回来 勇气而逼迫他 再去朝鲜 执行一次任务 但这一次 被朝鲜异能者抓了起来 抓他的人 正是刀疤脸 朝鲜上级伸出手指 原来他就是被小夕爸 打断手指的军官 小夕妈不敢轻举妄动 一枪打碎镜子 逃跑了 他知道光明自己 对付不了他们 立刻给九龙打去电话 九龙挣扎的站了起来 朝鲜上级也决定 派出自己的杀手键 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 走进了学校 这时 正要回家的班长 遇上了朝鲜异能者 小平头 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班长就是 视频里救人的学生 一拳就把班长打飞 班长的爸爸 看到儿子迟迟没有回家 放心地赶往学校 班长呢 正被小平头爆锤 班长剑打不过 就要逃跑 小平头踩破玻璃 就追了上来 一拳给枪打破一个窟窿 踢得班长顿时吐血 班长拳挥过去 对上小平头的拳头 手腕直接骨折 幸好老师即时赶到 几枪逼退了小平头 但很快 就被小平头拿捏 老师不会超能力 被小平头揪住衣服 必问导演的下落 班长趁机捡起地上的枪 小平头用力一丢 把老师和班长 都护到墙上 他揪起班长 眼看就要掐死他 班长的爸爸即时赶到 看到宝贝儿子被欺负 班长把瞬间暴怒 冲过去 就把小平头打飞 他也是个大力士 抓起小平头 就是一顿暴虐 顺手把他丢出窗外 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 大块头也找到他们 突然 被灭活气砸了一下 是九龙 他超级灭活气 就往大块头头上招呼 大块头反手就把九龙 打倒在地 强大的自愈能力 让九龙下一秒就站了起来 两人你一拳 我一拳 打了起来 绝对公平公正 拼的就是谁更扛揍 显然 九龙的外挂更牛 最终 大块头被打倒在地 这时 楼对面 站着一个墨镜男 他张开双臂 双手用了一拍 气流变成了冲击波 直接把对面的大楼震塌 远程攻击的一能者 简直无敌 意识到对方的强大 九龙跑过去 试图竞胜搏斗 墨镜男大手一拍 把九龙先飞 老师朝墨镜男射击 墨镜男又拍了一掌 整栋楼瞬间倒塌 把他们压在石板之下 班长的爸爸 用力支撑地石板 班长一拳一拳地 试图打破墙壁 终于把墙壁砸出一个大洞 起人逃了出来 看见班长爸逃了出来 九龙假装偷袭墨镜男 实则抓住他 给班长爸抓他的机会 班长爸看准时机 飞身一跃 就抓住墨镜男 就丢了出去 墨镜男除了灰山巴掌 战斗力为零 他刚想用力击掌 又被班长爸一脚踢飞 用力一掰 就飞掉他两个胳膊 让他再也舍不住冲击波 大块头醒了过来 看见墨镜男被吠 静止冲向九龙 把他打晕了过去 随后扑向班长爸 班长爸的蛮力就是强悍 打得大块头五环手之力 墨镜男站起来 他知道大块头是不辞之身 决定救他 他毅然跳下楼 大手用力拍在地上 随后地面开裂 整栋楼轰然倒塌 这时 公交司机牵牛赶到 他也是异能者 是美贤他们的学长 看见美贤浑身是血 朝学校跑去 立马明白 在公交车上 被随他们的刀疤脸 已经对他们下手了 赶紧开车 往学校赶去 远远就看见 学校大楼倒塌 升起的烟尘 九龙被钢筋 扎在墙上 用力地抓住 运过去的班长爸 才没有让他摔死 然后大力甩 把他甩上楼顶 很快 班长爸就醒了过来 第一时间 想去救宝贝儿子 九龙自己爬上楼 本以为逃过一劫 结果 空中有人 突然找他开了一枪 牵了眼的小七妈 看见开枪的人 就是刀疤脸 他开枪引开他 可刀疤脸呢 在高处 一高打低 很快就发现了他 就在刀疤脸 要开枪之时 小七及时出现 救了妈妈 他一拳一拳 打掉了刀疤脸手里的枪 也被对方 撕死缠住 丢了出去 小七再次冲上来 被刀疤脸 从背后控制住 小七的妈妈 赶快跑到楼顶帮忙 此时的千牛 也看见了空中的小七 他立刻飞车冲进学校 刀疤脸看见他 按着小七 朝公交车冲了过来 千牛一个急转弯 躲了过去 公交车也侧翻倒地 千牛晕了过去 此时 朝前上街 也来到楼顶 小七抹举着枪 逼迫上街 放了小七 又用小七才能听见的声音 让小七快跑 可小七 怎么能丢下妈妈 如此逃跑 这时 千牛醒了过来 他爬进车里 用车上的电瓶 给自己充电 千牛瞬间被 强大电流包围 他伸手一击 强大的电流 直接把刀疤脸的手臂 垫断 重重摔在地上 千牛成功救下小七 便看手下一一惨死 上街决定 保住最后的刀疤脸 让他赶紧离开 这时 九龙也赶了过来 上街 几枪就打了过去 枪口一转 又对准了小七 可面对孩子 他想起领导的残忍 他下不去手 他不想让 下一代也成为 掌权者争斗的牺牲品 小七妈 趁机打掉他手中的枪 上街知道任务失败 回去就是死 他跳下楼 被九龙四抓住 他扒开九龙的手 摔了下去 小七被这妈妈离开了 回到朝鲜的刀疤脸 把枪藏在断了的手臂里 一枪解决了领导 他不想自己的孩子 也被掌权者摆布 随后 他把小七爸爸放了出来 回到韩国的小七爸爸 第一件事就是 找赐掌报仇 看见紫色的楼顶 他找到自己的妻儿 因为小七的妈妈 最喜欢紫色 一家人终于团聚 本篇完 本篇叫超异能足 本期问题 如果以后出了第二届 大家还想看吗 想看的扣三个一 不想看扣三个二 都行的扣三个三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弄交着了 记得给不乐点赞 留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